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 Call 我是主讲人志哥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下的算子 分别是Repartition,Collex,PartitionBand,Repartition andSortWade,Partitions 那么大家如果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人的QQ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么OK,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OK,那么我们来说一下Repartition andSortWade,Partitions算子 那么在这里,我们上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当前是PartitionBand 应对于当前这种圆主类型的,对吧 那在这里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叫做Repartition Repartition, andSortWade,Partition, andSortWade, Partition 然后Partition,这个P,这个Pade, E, P, R, T, I, T, I, Partition 记得咱们计算这么一个 就是re partition and sideways partitions 它记得这个算子 是re partition的算子的一个变种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变种呢 在这里官方建议 在使用完re partition 算子这个重新 重新啊重新分区之后啊 那么需要啊 这个还记得啊 还需要进行排序啊 还需要进行排序 那在这里这是一些官方建议 就说你在这里啊 咱们不是用这个re partition 重新分过区吗 在这里重新分过区 对吧 重新分过区之后呢 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次排序的啊 对分区数据进行排序 而我们当前那个re partition and sideways partitions 它可以干什么呢 它可以直接进行分区排序 记得啊 既可以重新分区 又可以进行排序 记得啊 又可以进行排序 所以啊它的效率会比较高 也就是说在这里vlrdd3等于ic点 咱们创建当前新的rdd啊 但是呢 这里大家说记住一个点啊 这个算子呢 得在这里加入 记住啊 再往下一点 这个算子啊 算子只能对原主啊 只能对啊 原主进行排序 记得啊 只能是原主啊 原原主啊 原主进行排序 只能是原主啊 原主 所以这里你在做之前呢 必须是一个原主类型的rdd啊 所以在里list 假如说3动号咱们cc 然后动号啊 小号这个6小号再来到啊 咱们list啊 回来 然后分两个吧 然后3动号 小号啊 咱们给点值 再来一个 好 那么在这里咱们讲说给一个4吧 冒号啊 这个动号啊 bb 然后呢 再来一个动号 然后呢 这个 1啊 动号冒号 这个A 好啊 咱们在里给这么两个值啊 给这么两个值 看啊 我建了这么一个原主类型的rdd 然后呢 默认分区呢 给的是2 对吧 那我在重新改完分区之后 因为官方建议需要盘序啊 对吧 那这种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rdd3.repartition 按照的位置啊 partition 然后记录啊 参数呢 记录啊 是你如何来分区 它的参数怎么传呢 记录啊 传当前 哈希 partition 那啊 就是你怎么分 假如我就分一个区 然后最终 我可以把分区排序结果进行打印 print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执行输出啊 因为我后边直接调4H顺子了 咱们可以直接打印这个结果了啊 所以这里大家看啊 这个时候执行输出 好跑过啊 这个这位置有跑一个stage一个值 咱们看那啊 看那个值啊 看那个值 大家看啊 他不仅可以重新分区 这位置可以重新分区 飞一个局了 对吧 并且啊 可以对 你看啊 是不是对这个原主进行排序了 1 3 4 是不是上序了 对吧 所以这里记得啊 他不仅可以分区 还能进行排序 但需要注意啊 这里必须是一个原主 必须是原主 而且这个key呢 必须实现了当前呢 sorted 必须实现了sorted 所以这里记住 repetition and short ways paticens 这个排序分区算子 OK 那么我们到这里